农历春节期间 经常在电视剧扮演黑道的艺人 欧姬 陈清达 配合警方拍摄 防墙演练宣导短片 你干嘛 我想这样 你屁的 黑痴扮演银行外埋伏的抢匪 被当场逮捕 当时他不但义务演出 还帮忙拍摄以及编剧 营造工艺形象 只不过半年时间过去 又再次因为酒醉闹事打人 闹上媒体版面 这个看起来也知道我买 叫你先让氧气罩这样没办法 为什么说又呢 翻开欧姬的过去闹事的记录 2013年5月 他带妈妈到医院急诊 因为嫌医护给氧气罩的动作慢 挥拳动手殴打医护人员 本人谨在此郑重公开道歉 之后他念稿道歉一度被批 毫无悔意不到一年 又因为手机弄丢报警 却开口辱骂道场远警 被当场逮捕 你错还是我错啊 真的是骗子啊 2016年他又在台中酒驾开车 造势后想要拦继承车落跑 好 这场酒瓶 你去哪里啊 艺人欧姬每次闹事 几乎都跟喝醉酒脱不了关系 这一次又是酒后到自助餐叫嚣 还对录影的民众动手 再一次为自己新增了一笔黑历史 TVBS新闻陈志忠彰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